接下来这个动作 国立故宫博物院两年前 启动修复再利用计划 那么要在镇馆的大门设 玻璃入口亭 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呢 会有这个挡住整体的意象 也遭到文字会强势的否决 修复计划现在卷土重来了 上个月举行说明会 还是要设立入口亭 并且在这边做了一些规划 你可以看到故宫北院再修复计划 前年底被否决 今年三月换届再提 古典的宫廷建筑年代并不古老 整建融合新旧有效规划空间 量体缩小不会遮蔽到原元素 那么有去中化的嫌疑 优变不中不息 在这个部分1965年镇馆主体完工 19671970两侧增建 到2007镇馆整建完工 那现在又要再看到 是不是在这个北运的部分 在修复 那大家就担心了 这个大门会不会变掉了呢 这个新故宫计划 首先先讲 故宫这几年真的是被台独的院长折腾的 这个不是人形 首先 以前认为是镇馆不可借出的镇馆保物 都已经被到借到日本去 然后 日本人是高兴的钥匙 我们必须说还好日本人对文物 他们是心存尽力 他们还是愿意做很多保存工作 否则的话你看哦 借去日本的没事 结果我们自己那个杯子破了好几个 还是这个最好的当时是这个什么 那个黄色的那个就是景德池 还是什么池 那个郑德池 那个是非常非常稀有罕见的东西 他照样把你弄坏啊 还是修复就好 池器修复就好 这样有加干单 乱七八糟 可是他们就这样干 再来哦 这个整件计划 这个我今天听汉婷讲 他有个大毛你大家知道吗 他那个是故宫的正面拍过去 是不是很有那个故宫的味道 他也给他加设一个玻璃帷幕 让你拍起来看不到 那搞什么鬼啊 他就是要让你削弱那个 中国的那个元素在里面 讲白就是削弱中华元素在里面 而且之前还搞出一个 本来要闭馆三年整修 再开 是当时被骂翻了 那本来这个牌楼 要把他造起来这个事情 是本来他真的要干 是当时被骂翻了 那后来呢 他就因为这个要报台北市政府 文资这个文资协会 这个文资委员会 结果这个被否掉了 那最近因为呢 这些文资委员要到任了 要换新的一批啊 他又再提看看 他就是千方百计的 要让故宫变成不是故宫啦 他要把他变成了一个博物馆而已 就等于把他变成一个 现代化博物馆 把中国元素 把中华元素呢 只是作为馆厂里面的其中一个 可是这非常荒唐 因为故宫有多少东西 还躺在那个地窖里面 以前我们 我修过一堂课叫 明清古迹文物啊 是我们以前朱宏老师 要退休了 非常懂 他就吓到下面去看过 他说到了下面去看的时候啊 还有一大堆的各种气 根本整理不完 太多了 因为当年来的时候 很多 那因为现在怕说 这个密封一打开 他里面会坏掉 所以呢不敢轻易的去打开 光这些东西 请问民进党要躺多久了 执政这八年来 好像这些整理完全停止 我们好久没有听到 从故宫的这个馆厂 旧馆厂里面再找出一些新东西 这些东西根本展不完 那这些东西展不完 他到现在不去努力的 把这些珍贵的馆厂整理 那你扩建越军你总要有内容吧 那我请问你这些内容是要把 以前展不完东西拿出来展 因为为什么很多东西不拿出来 一方面是保存条件有差别 另外一方面也不希望这些文物离开故宫吗 那需要有地方展览 那需要有地方展览 因为故宫的 其实腹地以一个 这个他的 所 蕴藏的这个馆厂能量来讲 其实他应该有更大的掌管才对 那我觉得现在唯一可能值得庆幸的是说 现在的萧中皇这个馆长 萧中皇院长 这个院长算是真正比较专业一点的 但是也很怕说 因为他一路起来 他是真的是事务官体系的 怕他抵抗不了这个政治力的压力 到时候又出现像上一阵 无蜜茶那个样子 无蜜茶那个简直是 让人觉得荒唐到鸡 你看他摔破那些馆厂 到现在有没有报告呢 有没有行政报告呢 还有什么还用情绪勒索说 哎呀不要过度 不责罚我们的工作人员啊 他也不是故意的哎 拜托你在公司里面 做错事情不用被惩罚 这什么道理 那更况公务人员 所以现在的故宫 我真的是很忧心啊 他们继续这样玩下去 当然你说扩管是不是好 扩管当然是好 但问题是你扩管安的是什么心嘛 你扩管是既要扩管 然后呢结果呢又要怎样 要把这些中华元素给删掉 而且更好玩的是什么 他顺便因为扩建 故宫那边因为是三坡地 其实照来说是要陷建的 结果呢他把这个陷建的 这个给解除了大家知道吗 他解除连带附近的三坡地 陷建也解除了 所以附近的土地 还可以再炒一坡 我真的觉得很佩服民进党哦 每天在想想想想想想想什么 这些事情都顾住了 一方面把故宫给做大 是 然后呢 你看往脸上 你看又可以大雷圈 你看我们很照顾故宫 二方面呢 我趁机把故宫的中国元素给削弱 你看我又可以去中化 三方面呢 顺便还可以炒一下地皮 这已经不是两手可的 是一手真的是三手 对真的 美国猜讲叶伦 叶伦绑华在4月7号 那跟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来会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叶伦这次呢 他特别说了 美中两国有义务去责任的 管理复杂的关系 假如大家可以直接开成布公 才会有进步 李强回应的是说 双方应该要互相尊重 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那么同时呢 在5号到6号 叶伦也跟何立峰来进行多论 会谈超过4个小时 就美方关切的 产能过剩的议题 来跟大陆进行沟通 其实大家行前就点名了 中国新生样 包含了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 太阳能电池 那么也强调中气不得为 对这个乌克兰战争提供 实质的协助 包含了对俄国的防工业支持 否则有重大的后果 在这次呢 在叶伦部分将会访华6天 好 在美国的政治杂志网表示 中美关系重大进展 联合早报表示 中美展现很强的政策任性 陆媒社论表示 不管是在公开下管子 熟练使用筷子 还是言行举止 都表现出某种亲民 这美方呢 应该也是希望能够营造出 贴近中国老百姓的一个 亲和的姿态 不过看到美国的经济 那美债规模已经突破了 34.6万亿美元 大关华尔街就预测了 2030美债的规模会突破 57万亿美元 而陆媒报道 其实从2022年的4月开始 就连续不断的抛售美债 到20241月份 抛售了186亿美元 而现在的这个持有规模 降到了7,977亿美元 巅峰时期拥有1.3兆 所以现在整个持仓的规模 是下降了有达到42% 好 这个部分 其实昨天我们也有讨论到 请教亮哥 这个事实上美国 除了派越叶伦来中国之外 戴琪也去了欧洲 对 那事实上戴琪在欧洲的演讲 那才够新啦 我觉得那个才真正代表 美国的立场 因为叶伦 叶伦坦白讲是美国 拜登政府唯一的鸽派 那他也不是主流啦 主流就是戴琪的演讲 事实上西方的媒体 在报导戴琪的演讲 都直接写说 美国呼吁跟欧洲 组成反中联盟 标题就是这样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可能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 足够好菌 也因此 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 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俊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对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